那场火灾 殷建行成功救出了13个人 但大火却导致了他全身64% 大面积严重烧伤 虽然全社会的爱心救助和捐款 挽救了殷建行的生命 但这个当时年仅21岁的小伙子 却永远失去了他清秀的容貌 这是殷建行毁容前唯一留存的一张照片 身体的伤害已经让他深受折磨 但脸部严重的毁容更彻底地改变了他的生活 生活已经回不到最初的样子 但殷建行的内心却从未后悔 如果说当年那场大火我不去救 我不管这个事 那我现在我会内疚一辈子 我现在会感到后悔一辈子 因为那个后果我是不敢去想的 整整一年的时间 殷建行把自己封闭在房间里 那时候殷悦是他唯一的伙伴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2008年 有人敲我房门 他说我们是这个社区的 我们也现在要为汶川 再去要求去这个善款 哎呀在那个时候我掏不上一毛钱了 真的是掏不上一毛钱 哎呀我就觉得自己太对不起大家了 在我受伤的时候很多人下的大雪 都为我抽取这个医疗款 就是把我医好 当然在别人受困难的时候 我却很无助 我有这个心 没有这个能力 却捐不出一毛钱来 我说我决定了 我说我要出去唱歌 我要靠我自己劳动力挣回来的钱 我想把这块钱捐给汶川灾区 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殷建航奔波在西安的大街小巷进行演唱 为灾区募集了4000多元善款 就是那块钱 我觉得这个分量很重 它不仅仅是几千块钱 而是大家也给我的肯定 这些呢你看包括都是我给一些 唱过唱歌募捐的 给个人捐的就是这个善款 人家为了感谢我嘛 就给我写了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像这些呢 这些都是一样 你看这个 这是给汶川卷的 因为时间已经都过长了吧 你看都看不清了 最大的一批汶川有4万多了吧 那次一个烧香的孩子烫伤 然后我为他唱歌嘛 我去吃木吉嘛 木吉这个医疗款 烫了有两场 大概六个小时吧 这个在这 唱了两场 莫及了44410块钱 从那时起 音建行开始街头现唱 每天唱歌挣来的钱 除了必要的生活花销 全部都捐给了慈善机构和个人 我只会唱歌 我只会唱歌 有三场